随着台湾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台北市长柯文哲正式宣布 1月30日的热火夜阴祭 和2月5日登场的阳明山花祭活动 全部取消 虽然不会禁止民众赏花 但会交管人流 并设置旅游警示 像夜阴祭或阳明山花祭 你总不能说禁止老百姓去阳明山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 我们这种活动全部取消 我们让每个旅游景点会有个 警示点就是说人流太多 会让它标示红区 大家都说这人太多不要去 布立桃源医院群聚感染 扩大居家隔离人数 柯文哲日前po文表示 已做好防疫SOP 当出现一例本土不明感染源 将停办或管制大型活动 每周新增15例 将关闭场馆启动异地办公 如果出现1000例 就一定得封城 对此柯P再次说明理由 如果我们的确诊案例在台北市 以我们的医院的容量计算 如果确诊率在1000例以下的时候 它的死亡率可以相当低 因为按照目前的医疗体 我们医疗的capacity可以应付 可是如果超过1000例的时候 就开始挤压整个医院的作用容量 那时候死亡率就开始上升 所以这是有科学的基础 疫情升温 北市府做好各种沙盘推演 要求各局处因应疫情及时掌握状况 防堵任何可能产生的破口 记者邮箱厅台北采访不到